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 要加注解 注解在这边好了 我们这边加一下注解 注解 那个这个注解 这个叫做方法 方法又叫做函数 可是呢在渣码习惯上 就是称它叫做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那个字圆 对字圆 字圆叫做charic的 这个是英文 CHARA A C T E 的 据点就是的的意思 据点的 然后呢 to string 是什么意思 它意思就是转换成字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的目的就是说 这个方法呢 是将 字码转换成字圆 就是将 字码 转换成字串的意思 然后所以呢 那个我们先执行看看 好我们就是尝试了 从48到105 我们就要知道说 那个字码是多小 所以你这样就了解了 那个 就有没有 所以 那个0 有没有 就是48 所以你们 顺便再加上这一个 来 我们加上一个 来 i 我们可以加 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乱看看 i前面加个加 这个加是串接的意思 不是加法的加 好 有没有 来 4850 那中间看不懂 对不对 像这个有没有 104 就是小写的h 所以我们就知道 那个 那个 等一下我们就不要105了 我们到120好了 120 120 然后呢 中间呢 糟糕 打错了 我们就是那个120 然后呢 中间呢 再加上什么东西 文字 我们那个 来 这边写一下 i字码 是 字圆 就这样 那我们就 那个 讲一下 那前后呢 给它控一个 这样比较清楚 然后 就出来了 这样你就可以 对照了 所以刚刚 白板上写的 对不对 48 就是说你这个数字 0传过去的时候 它电脑是传48 然后1呢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 对照一下 然后那个 到什么 W 那你就知道 SYZ SYZ 所以再加3 所以你就知道 就到123 那我们就这样子 Run看看 好 那你就知道 那个 电脑传 有没有 它就是 都是这样 转换成什么字 嘛 有没有 就122 就是Z 所以我就叫你们 Z什么东西 小A是97 有没有 刚刚不是讲的吗 小A 97 好 那记下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顺便呢 我们来练习 练习中文 练习中文 那练习中文呢 那我们就一样 给它复制 好 把它贴到这边来 好 贴到这边来 好 那个 我们这一次呢 就从I 有没有 从0开始 好 我们来 来看I从0开始 然后呢 我们看那个 50个字就好了 50个字就好了 呃 这边是 可不可以呢 好 我们就是I 加 不行 不行 我想一下 好了 可以I了 那个好了 我直接跟你们讲了 40845 因为我知道 我左边查一下 40845 然后我们查一下这个字嘛 40845 到那个 40900 看看是什么样子 40845到40900 中文字 这个范围是中文字 好 40845是龙 龙凤的龙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个 后面有没有 没错 40845是龙 所以这个呢 是字典的顺序 好 龙的下一个字是龙 然后它那个编码 就编成什么东西 40846 这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好 好 这个东西呢 就40899 那所以呢 那个最后呢 我们要结束 结束的时候呢 好 按哪边 在这边 不是 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起来这边 再打一个东西 SYS TEM SYSTEM 然后OUT 然后PINTLN 好 PINTLN 好 PINT 那个呢 好 就是那个 这个呢叫做万国码 好 万国码 哪个码 这个码 好 万国码叫做UNICODE 叫UNICODE 那UNICODE 呢包含 UNICODE 就是说 好 它是为 好 地球上所有文字编码 好 然后呢 包 包含 好 传统的 好 好 ASCICODE 好 那个包含传统的ASCICODE ASCICODE呢 它只有 好 那个ASCICODE 只有 好 128个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128个看完也可以啊 前面不是I123吗 你就到128 好 好 算了 就反正128啦 传统的128啦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后来文字就扩展出去啊 然后那个 等一下你把这个东西 也那个 这个 这怎么回事 SIT OUT的Print Line 我哪一个答错啊 哦 它说那个 对 它说那个什么东西 像这个你看分号错 不行啊 有没有 它跟你讲说什么 你应该要加分号 它期待你加分号你没加 所以它就错了 我们就把它加上分号 所以我们就今天就顺便学习 这个字码跟字圆的关系 就顺便学起来 所以呢 等一下有没有 哎 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什么东西 这没有用到的东西可以删掉 我们今天有没有 后面的部分啊 J有没有用到 都没有啊 删掉算了 好 那就RUN一下 好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一个顺便就是跳 我们就跳得上啊 那你知道说有这个函数 好 那等一下呢 要那个什么东西 要那个 好 要这个就是127用 127是什么 等一下 这是去查 好 那等一下同学啊 哎 把这个 好 那个 解脱 好 新增 好 那你今天就是要 要回去自己再去查啊 什么叫做ASCII Code 什么叫做万国码 好 接这样子 好 那我们呢 等一下这个呢 也要新增加 好 那个 什么叫做ASCII Code 什么叫Unic Code 自己去看维基百科 好 ASCII Code 好 好 叫做 因为 电脑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他是干嘛 只有英文 我大学时候学电脑 对不对 全部都用英文 只能用英文 为什么 因为 那个 那时候根本就认为说 别的文字好像画图一样 好 后来才克服 那 看一下有没有中文 ASCII Code 叫做美国资讯 交换标准 准码 这边有没有 美国标准 资讯 就是 等一下你就干脆 就把这个也抠下来了 那个什么东西 ASCII有没有 等一下就是 这样子抠下来 我们等一下那个 网页 今天要写上这一个 就ASCII Code 复制 好 最早是在那个什么东西 18 19 19 1963年 第一版发表在1963年 反正你就知道ASCII 就是那个A A就是美国的意思 那后来呢 就是电脑发达了 发达了之后呢 可以把那个全世界的文字 都纳进来的时候 那就变成叫做unicode 就unicode unicode就是那个 有没有 你看一下这个 我看一下有没有中文 那你就看那个 维基百科一定有啊 叫做万国马 那个把它展成那个中文看看 这时候呢 全世界的文字都可以电脑化了 unicode 就是叫万国马或者统一马 然后呢 你每次会看到记住 所有的编码都使用UTF-8 有UTF-8有32 32太占记忆题 为什么 因为英文字明明就是 十六八就可以了 八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 反正万国马就是这样 那我们这个呢 就是坐到这边 那等一下同学有没有 那这个这个是新的进度 你就给它那个排在下面好了 诶 有没有问题 诶 怎么会不行啊 新的进度也是要放 你放在同一个网页 这个影片因为我没做 所以我要把它贴上来 像我刚刚那个图片 对不对 我就是在 诶 我有没有存 没有存 那个档案 另存新的 我叫做2好了 储存 存了之后呢 就一样同学把它贴上来 那这个也给它一个名字 叫做那个 这个是看那个 就写一下 ASCII 叫做 ASCII叫做 美国标准 资讯 美国标准 资讯交换 码 然后呢 我们顺便学一下 UNICODE 它也叫做统一码 就是那个有没有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东西 要 还有呢 我们就是顺便 这个东西一定要写 让大家知道说 你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刚用了什么这个命令 toStream Stream的话呢 就是说把这个什么东西 你字码 把这个码 转成字圆 那那个什么 那我们现在就是那个 把那个图 那个贴上来 上传电脑中图片 那我这个影片马上发布 你没跟上的你就是那个 因为我们为了要赶进都 所以我给他一样原始大小 确定 确定呢 然后呢 有没有 你现在不用另外一个 这DIV DIV是什么意思 我上次有说叫你们要查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说给他一个PRE 说下面的东西呢 格式保留 然后呢 PRE的结束 把它放在这边 PRE的结束 那我们刚刚呢 刚刚打的码 有没有 也把它那个贴上来 刚刚打的码 有没有在这边 你打一下Ctrl A 全选 然后那个复制 然后把它贴到那个 诶 那个 诶 Blog 栏 是哪一个啊 这个吧 诶 是哪一个 反正给他贴到Blog了 这个啦 这个啦 编辑啦 有没有 贴在这边 然后呢 更新 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的话呢 那我们就顺便 把刚刚的东西有没有 你顺便学一下 刚刚的东西就是后面呢 就是这边 学的这些东西 就是美国资讯交易码 我们这后面的话就是说 诶 你也懂得干嘛 把龙 你就知道了 国资的第一个呢 就是那个1 它每个都有码 1呢 码是多少 那所以那个在离开之前呢 那我们现在呢 顺便来讲一下 这个只要是常常用的东西 Excel都已经想到了 给什么非程式设计师 你偶尔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你就是干嘛 它已经有现成的函数了 就是说字码 顺便知道一下Excel 我们所有的东西 交过的东西 只要那些功能重要的 Excel都已经想到了 它已经把你那个字码 字码就是 Uni GODE 字码 这个是命令 然后字码 Uni CHA 好像是这样 那我们就试试看就知道了 我们刚白板上不是有讲那个吗 看一下 那个多少 486597 4865 Excel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 因为Excel的功能 它是干嘛 常 认为说 常常使用的东西 它就把你写成 这个现成的函数了 那这个龙呢 我们知道 40845 那Excel有没有提供这个功能 我们刚刚用的功能是什么东西 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 那个Java Java的什么东西 Java那个指令 就是CHA CHA ACTER Tool 是Trip 那那个Excel有没有 Excel当然有 它认为说这个很重要 所以它就叫做 Uni CHA 好 我们看看是不是 错了 Uni 打字打错 那样是对 这样就对了 那你看 龙 那比如说 那个有 它已经有现成的指令 那你就40846 你试试看 然后跟它讲说 我要传承那个什么东西 数列 那你就试试看 有没有 都一样 所以那个 就是这个指令 Uni CHA 有 如果说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把 1 1到底是什么 1的下一个是 DIN 就是那个字典 那DIN 用的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上面不是也有 那个吗 就用这个指令 Uni NN 转成扣的 所以 那个这边 就转成扣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国字 汉字的第一个编码是19968 第二个是19969 那下一个是什么 那我们就试试看 好奇 199 199 70 还有几分钟 没做完没关系 V 下一次继续讲 199 70 那我们就好奇 199 70 下一个呢 199 71 那个 我们就看一下这些汉字的编码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干嘛 复制 Ctrl C 然后呢 Ctrl V 下一个是柯 对啊 就这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 顺便